NEO 了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不列典人對上初二騎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不列典 MBL 那不列典人他的特色是 工兵單位射程是最遠的文明 而且他是全程型的文明 三攻三防全都有騎兵、工兵、步兵 他的槍兵路線跟劍勇也都是正常的 他的騎兵比較稍微可惜的是 沒有品種所以血量會稍微稍差一些 至於BLADE典雖然有重裝馬弓 但是不太適合打馬弓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土耳騎人這邊的文明特色 土耳騎人文明特色是肉馬會自動升級 而且還會自帶一點的遠防 他的槍兵跟毛兵都不能升級 所以他是非常需要打黃金兵 去維持自己的優勢的文明 所以他也是挖黃金速度最快的文明 土耳騎人的後期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火炮 只要點下炮兵之後 火炮射程可以多加量點 可以射程變成最遠的火炮文明 但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他的傷害者會稍微稍弱一些些 對於建築物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這張地圖一樣是阿拉伯 我們來看看下面這塊黃金跟後面這塊黃金 兩邊的黃金位置都是很好的 只能說土耳騎吸脫這一把 土耳騎應該是可以十拿九穩 那MBL這邊的黃金兩個都是偏正面 這就有點尷尬了 兩個黃金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偏對方的位置 墓區的部分則是有三片墓區 要小微的話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果子在後面 前期來說MBL可以過得非常舒服 那吸脫這邊則是前期可能會比較難守 主經的位置前面還有一塊高地 這個高地會被控爛喔 那果子的部分也在前面 所以這邊吸脫一定要在正面的地方給維持喔 我直接維下來 防守 這是可以看一下的 但左邊這個地方要怎麼防守也是一大問題喔 那BLADI他這邊前期吃免藥的速度很快喔 所以其實他也很適合打這個裝甲開局 或是棒棒騷擾轉肉馬 然後再轉弓兵的路線 畢竟BLADI人封建時代 並沒有射程上的優勢喔 要到城堡時代開始 才會有一點射程的優勢 那BLADI人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弓兵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在射擊速度上 會稍微輸給有拇指環的文明 這一點在對射的時候 玩BLADI人玩角特別注意喔 好 那現在土耳其人這邊呢 也可以打算直接上城堡時代 打這個馬攻路線喔 因為土耳其人的馬攻路線是很強 安血人 戰術 拇指環都有 而且還有這個銀罐 彩翼騎兵 可以讓他的馬攻變成白血馬攻 所以土耳其人我覺得是一個很強的文明喔 不只有駱駝也有大漏馬 而且他的馬攻路線也是全滿的 甚至血量很多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他的槍兵跟毛兵不能升級之外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好那這邊槍兵要戳 小心 戳得到嗎? 沒戳到 現在這個星人直接上洛馬嗎? OK轉洛馬沒錯 他的馬就在哪 我怎麼沒看到 好在這裡 好馬就現在按了兩隻洛馬 伏列店這邊也是洛馬開 一個標準的特殊跟伏列店的開局方法 沒意外的話就是兩邊一直溜 溜到城堡時代 看一下MBL這波騷擾喔 能不能賺到點東西 溜進去 看到你家 地形很難尾 哇 超級空曠 好 溜過來 露馬 稍微過來看一下 打一下 向尾 黑尾到 好 黑尾到打一下 胖後兵過來要撤 MBL會先死一隻馬 欸這個被戳到一槍了 好像有戳到喔 欸又戳到一槍 漂亮 最後這一波 打得很好 弱馬 被還掉了 剩下三打二 又補了一隻 兩邊弱馬還是有在補 那MBL這邊如果可以把家裡圍死的話 弱馬就可以不用補這麼多了 所以現在MBL要想辦法把家裡給圍好 好 補了一個射箭場 決定要轉攻兵 弱馬轉攻 好 好 再收掉一隻殘血的弱馬 好 收掉殘血 這隻殘血的弱馬一定要拿下 現在兩隻最四隻 好 但是西托有看到 欸 結果還是戳到殘血的馬 漂亮 好 但是MBL這邊 有點微妙是 弱馬數量不夠 昌兵繼續按 高打地反擊一隻弱馬 又變成三打三 兩邊的細節都是拉好拉滿 好 中間也要準備維持 再補個兵工場吧 好 好 弓兵出來了 土耳其人 直接升城堡時代 沒有轉兵 現在壓力回到了土耳其人身上 西托該怎麼對應這一波攻勢呢 好 右邊補了一個馬就 直接走弱馬路線 這一波打得有點兇啊 聰明直接硬上 MBL直接抓掉了一村 好 但弱馬這邊有一防的優勢 是2加1 要不要補個兵工場 防守一下 好 現在拖時間 等城堡時代 好 有兵工場在這裡 好 這邊肉馬繼續按 待會直接變輕騎兵 第一時間就能反擊 MBL的工兵了 好 MBL 這邊也在提防 直接轉了槍兵 好 要升級囉 騎兵鎧甲沒有點 這顯然是廠商的失誤啊 你怎麼沒點呢 我點下去相當舒服欸 哇 4點防護力 如果點下去的話4點 現在工兵只有4加1 一級3點下去的話 還是可以打2點的 好 但是西托看你沒有點射程 看你好欺負 直接硬上 輕騎兵全吃漂亮 西托這波打得很好 工兵全部蠶死 MBL轉出了雙射箭場 這邊土耳其 輕騎兵反之工兵 就是這麼的輕鬆喔 好 這邊看到工兵 二級射 沒有先點 是先點了重裝長槍兵 一個槍兵防守線 好 家門口被打 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好 到你家了 看到哎呦 怎麼是3TC 還有工程7製造所 現在工兵路線很難受啊 弩炮都有彈道學 好 二級 二級射 待會找個機會點一下 現在要按槍兵 要按村民 肉不太穩定 好 回來補下兵力 6加13 想要前置BK 往上走吧 啊 結果騎士抓到 漂亮 回頭反擊 哇 這一波出去 有點被抓包 但依舊還是要實行 蓋工程7製造所 從後面進去吧 好 從後面來 沒有啊 從上面這裡 好 開始破門了 好 開始破門了 這波破門有點難受 來了肉馬 先抓村民 槍兵過來擋下 被抓掉一隻 這裡只要村民被抓掉 就沒有辦法延續攻勢 但是西拓沒想到他拉的是兩隻啊 好 一隻工兵去右邊殺老 還是盧曉 西拓這裡也不演 往前壓制嗎 我覺得不太好 但是這裡我有投資車 好 MBL也點下了3TC 好 奴炮進來 先點生女 再點奴炮 奴炮進去 直接串了一堆傷害啊 這個槍兵有點殘掉了 到一條線啊 這個奴炮全部串光 好 工兵直接硬吃傷害 點掉了 這個奴炮 現在奴炮在正面 戳戳直接戳掉了幾匹嘛 但是奴炮還是順利的 突破了防線啊 好 戴利伯雷工程器製造所 投資車一出來 就可以搞定 工兵直接回家防守就行 好 工兵已經開始控住了 槍兵稍微被TC射到 只要槍兵在 人就在 這裡可以用 戰崗模式稍微擋一下也行 好 如果直接守住 拍到了自己的工兵 差點把自己拍死 好 工兵直接手撕 投資車直接拿下了 兩三台的奴炮 最後這台奴炮 用工兵加槍兵的傷害補完了 安倍了喔 這一波相當優勢 投資車給到了相當大的壓力 奴炮現在已經退出了戰場 奴炮遇到投資車 完全沒有壓制力 吸收這一波投資車打得漂亮 這就預判成功 安倍了喔 這裡選擇了退出 沒有就需要壓制農田 這一波壓制之後 MBL資源量稍稍有點領先 但是聰明處 現在是落後的 所以時間在了一拉長喔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運作自己的經濟喔 好 吸收這邊決定 點下了二級的馬凱 不利電工兵 繼續騷擾右邊的墓區 吸托這一波墓區真的是很尷尬 穩定的墓區就只有右邊 左邊這邊其實也不太穩定 好 騎士這一波直接硬抓 頭車拿下 漂亮了 吸托現在優勢非常的 巨大喔 聰明處領先石村 這一波頭車又砸爛槍兵 好 攻兵稍微拉打 下面有一坨兵來了 在第二樓 雙線進攻 頭車被槍兵抓到 慢慢慢慢被騎士抓到 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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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沒有一起走 好 直接走進來 想要抓後面的墓區 但是後面早就有人去樓空 全部都到左邊這裡 安心伐木 那吸托現在要打贏攻兵路線的話 是比較難打的 看要不要直接轉馬攻路線 或是直接轉 騎士路線硬吃 都是適合土耳其人的玩法 好 土耳其人 吸托決定是要走騎士路線 好 頭車再稍微拍一下 開刀 直接硬吃了 二級馬開好 直接撞 先抓工兵吧 騎士只是個黃子 早想不成 想要獲取這隻騎士 哇靠 細節 不把騎士砍死 剩4滴血 OK MBL 這波工兵死光 騎士吃完 我們在MBL 經濟慢慢轉好 資源量還是領先狀態 但是抽運速也開始追上了 吸托發現這個情況不太妙 趕快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吸托這裡點下了一攻 鍛造技術 大力補了劍塔防守 好 等一下 空兵過來 看到劍塔 點了一村 MBL的反應好快 第一時間看到一村就點 整個視野是很及死的 所以才說他反應快 因為他本來是看不到這裡有劍塔 一過來就看到 馬上點了一下 結果家裡被騎士溜爛 MBL 你家還好嗎 我覺得不太好 吐了吐了吐了 這個這一波 有點難受 真的要吐 收村15村 不能工作 只能在TC裡面 射射發手 好 但是現在槍斃 一直按 應該就沒問題 但是這裡還是被抓了很多村 MBL村民樹下降的有點快 但是還好吸托 並沒有抓到太多 只有抓到7村左右 好 兩邊村民樹持平狀態 好 家裡終於解完 MBL 工兵繼續壓制 土耳其人 對上捕獵點 好 現在 在前線的投石車 還沒有 繼續給壓制 因為兵力不夠 只有兩隻生女 兩個投車 這裡點進來 不列點 工兵又是出來了 點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終於 從這邊打出了突破口 而且這邊還有高地 可以砸TC 好 我們來看一下 MBL這一波 被砸了一發 投車過來 D打高 好 高達第一 工兵反擊 投車直接吃到傷害 直接被換掉了一台 MBL這邊失誤 這裡要被換掉一台 011先打了一發 結果還被換掉 哇 這個是一個1換2 但投車會被工兵給點光 OK 好 這一波來壓寶了 終於要來了 人家在家裡殺的這麼爽 該換他吃個大亨寶 結果這個投車直接砸死兩村 但是這個投車沒有預判成功 一個預判回去 投石車 投車直接被拍地 後面的時間 再打個一發 又吃了一發 死了兩隻村民 這一波 突襲了炸裂 吃了太多的投車傷害 雖然蓋寶可以壓制住 但是MBL準備生帝王了 帶回這邊 生帝王之後 要趕快買賣一波 在家裡插寶 這裡可以把田低掉 插這個位置 防守兩個TC 可以考慮一下 好 家裡損失有點慘烈 這一坨工兵跟槍兵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壓制的感覺 在這裡發帶留一段時間 往下走吧 繼續往下走會更好 直接控這個高地 控這個TC跟腹肌也是很好 好 MBL 投車出來 直接拍 想要換 拍生女嗎 拍村民 漂亮 OK 這邊 工兵躲在這個位置 想要偷射你的伐木工 有點小心機 小心機 看到這裡有TC 再補一個 看到你TC在這 再補一個城堡 你的工兵 有意識到嗎 MBL 早就已經看在眼裡 你在這邊蓋寶 當我的工兵是瞎了是不是 看來他就是覺得你瞎了 所以才蓋的 但是 就算有沒有瞎 這個城堡依舊是能蓋好的 騎士繼續壓制嗎 怎麼回頭了 大哥 這裡沒有空 完蛋 剛剛才說可以蓋好 結果騎士在這邊發呆 不做事 檢舉騎士FAK 居然在掛機啊 對啊這個騎士上去 直接送完就好了 最重要是要把城堡蓋好 MBL最重要是要把村民點光 能不能蓋好呢 95 96 96.5 96.5 96.95 村民 20村 痾 20滴血 蓋不好 可以了 蓋好了 蓋到頭破血流 這根寶 蓋好了 蓋好了 吸頭這一波存不出下降的有點多 家裡這個問題還是得解決 這裡有槍兵又有工兵 騎士硬吃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還是要轉一個頭車再過來拍一下 好 地用時代一升上去 吸頭趕快買賣一波 賣了800木頭 換了420塊黃金 地用時代點下 巨型頭司機要誕生了 巨型偷襲 是 往正面這裡 第一根城堡 左邊再一根 欸 結果城堡都沒有往內插 反而是往外插了 出去啊 好 這裡僧侶著想 後面射成優勢 高打低 找到了一隻 回頭射掉叛徒 砸了這隻僧侶 OK 細節方面做得還不錯 結果村民出來 直接被追著打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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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本來是想要出來蓋寶 不然是來挖金礦 結果被抓了個正著 吐了 這裡第一下巨型 有點卡 這個槍兵在駐守模式 這個站崗 原地站崗模式 好 現在左右兩邊城堡 有 直接 被巨頭壓制住 土耳其人 帝王時代 沒有打算轉型 選擇了肉馬 老路 老路路線 找這個肉馬自動升級 我是覺得土耳其人這裡 該轉馬功了 帝王時代轉馬功 也不會太差 而且有三攻三防 安血人戰術 拇指環 該有都有 甚至還有白血 馬功 打不立天長攻 我覺得並不是太差的決定 有安血人戰術 打槍兵也很好打 吸收這裡暫時 沒有打算有轉兵的想法 而是繼續走出了肉馬老路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當作中間防線 好 三級馬開點下 NBL長攻 已經慢慢量產了 好 結果這裡肉馬 再次抓到一些村民 這個城堡 該到頭破血流 但是還是得蓋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好 射一下 這個青騎兵 一戳戳死 NBL 這裡沒有打算要存一點黃金 轉大槍兵的升級嗎 感覺這邊大槍兵要趕快升才對 最近有在補 應該在存錢 存錢當中 好 繼續補軍銀 大洛馬都過來 三級馬開就升了 工兵果然射不穿 西托這一波 用洛馬打得很好 直接控爛了NBL家裡的經濟 大槍兵二級的步兵台甲都點了 好 正面接觸點下 二攻也點下了 三旅直接倒地 兩個軍銀補下 NBL趕快補下軍銀 那我是覺得NBL這邊可能要補個10強 把正面的地方給拉好拉滿 不要讓肉馬一直溜進來 家裡用槍兵防守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 肉馬的機動性還是比較好 這樣一直被控住 其實不是很好打 巨頭在攻城了 這裡西托決定是轉火槍兵 你要確定 我覺得火槍打長弓 不是那麼的好打 火炮打到了一發 這裡有村民可以修理嗎 長弓直接爽吃火槍 槍兵其實不要往前 打到了殘血的巨頭 開始硬戳 家裡問題快幾關 槍兵開始抓掉了大量肉馬 正面三攻點下 火炮開始量產 吐爾西人還沒有點金罐 所以上前點會被長弓給點到 好 點下射才讓義勇騎兵 好 點掉對你的火炮 槍兵直接吃光 好 巨型投司機繼續攻城 肉馬問題 槍兵一直防守 好 三級的步兵開架點下 直接上去硬戳 但是後方沒有槍兵防守巨頭 槍兵只有少量三隻 四隻過來擋下 應該是來不及 巨頭一定會被拿下幾台 好但是城堡順利拿下了 這一波攻城成功 後方這裡槍兵一個多線 後面補了一個城堡 現在來控石頭 MBL多線進攻 奏效了 好現在落馬 沒有辦法再繼續 MBL家裡殺了 趕快這裡補城堡 欸欸欸欸 結果這裡是補在這個位置 要這個城堡蓋起來 西托可能要被秒殺了喔 前後炸裂 你是沒有看到這塊黃金嗎 欸有看到欸 你有看到黃金怎麼去採呢 黃金現在有點炸 果然轉火槍 不是個好結果啊西托 這裡轉馬功 可能都比轉火槍還要好吧 只有落馬 怎麼打這些槍兵呢 吐了 西托現在轉兵失誤 轉了不應該轉東西 有點難打 完全扛不住 西托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勝利 MBL這一波長攻兵打得很好 直接正面扛 家裡BBQ 沒關係 家裡補均勻槍兵防守 守得還算不錯 雖然村民術剛剛下降的有點多 正面這根城堡一拿下 西托這邊轉型是轉火槍 就沒得打了 那這裡西托最大問題 應該還是在後期的轉兵 出了一些事情 就是用火槍加肉馬 就可以打贏這個強攻 配上槍兵的策略 但事實上 實際操作起來是很吃力的 畢竟火槍射程太短 長攻射程又是太高 一個長攻 就可以打你肉馬 跟打你的火槍 甚至火炮都可以 你的馬弓 至少出來的話 還可以白血馬弓 可以硬扛這些長攻兵的傷害 畢竟還有安全戰術 遠防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支援的部分 支援部分就是有吸托支援勝利 稍微贏了一些支援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